滚滚长江东市水浪花淘尽英雄类 大家好我是彩虹 欢迎收看彩虹解说三国杀的星期视频 那么也是这个上次更新应该是在星期三好像 那么这次的话也是最近工作忙啊 就是说一星期一期或者两期吧 那么估计下个星期的话也是也是这种情况啊 好的那么我们话不多说啊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开始看一下我们本期视频的第一把录像 好的第一把我们会是谁呢 第一把我们是一个五号位的大反贼啊 就跟主公正对门的一个大反贼啊 那么主公选择了这个王鸡啊王鸡 那我们我们远位的话可以选 主持角玩家是选择了这个官三妹子啊我们的官三妹子 官银瓶啊这个邓爱啊一直要偷渡我们银瓶啊要娶我们 好的那么我们官三妹子技能也是改过了啊 就是说学技啊出版阶段限一次你可以去制一张红色牌啊 然后选择制多X名角色痕制这些角色并对其中的一名其他角色造成一点火属性伤害啊 X为你损失的体力值啊就是学技啊胡销啊当你造成火焰伤害后啊受到此伤害的角色各摸一张本回合结束后啊你对这些角色使用牌啊没有限次数限制比如说啊我们这个 对王鸡啊使用了这个血技啊我们对王鸡啊我们对王鸡就造成了火火焰伤害后啊然后我们和王鸡各摸一张然后我们对他啊这个使用次数啊使用牌的次数是没有限制的就比就相当于啊我们可以装这一把人肉连弩啊那么如果我们对自己血技啊我们对自己血技啊我们对自己血 对自己血技的话我们就可以一回合多次喝酒啊一次一回合多次喝酒啊提前就是你要有两张或者两张以上啊5G啊呃结束阶段啊若你与此回合造成三点或更多啊然后你加点体力上线啊并且恢复一点体力失去虎啸 然后从场上啊或这个获得青龙颜月刀啊好那么我们起手啊作用两难一绝啊 哎呦这个手牌啊其实是很可怕很可怕那么如果这些手牌给蔡文姬啊给这个陈琴燦啊那估计他也是能打四个南蛮啊能打四个南蛮 哪四个南蛮放我觉得两个南蛮放下去啊很多人已经怕了那别说四个南蛮了四个南蛮了啊好的那么好在我们两个南蛮在我们手上啊 好满满入侵啊你们该死的死啊不死的啊就给我这个将就着活着啊将就着活着啊因为我们血迹还没有发动呢我们血迹还没发动啊 好满满1满满2啊1 2 3 4啊问题是我们就只有三张南蛮啊火攻啊火攻啊火攻啊 好那么我们刚刚对王姬使用火攻啊也是这个对王姬造成了火属性伤害所以他也能摸一张这样子的话啊这样子的话我们其实也能对王姬能额外的使用多次杀啊好那么我们血迹啊先是 因为我们扣累低血啊所以我们能绑一个人然后我们加上铁锁啊把路神和王姬绑进去然后再横置姜维然后再血迹姜维然后啪啪啪按照当前回合逆时针结算呃先是姜维受到觉醒啊然后按照我们的逆时针结算王姬路神啊如果王姬没死的话反正路神还是要遭受到伤害的啊好的那么我们第一局啊也是啪啪啪啪啪啪啊获得了胜利啊 因为我们后面的几局啊拨一个好彩头那么我们开始看一下我们的第二把录像啊 那么第二把我们是一个中胆英杰的模式啊因为因为这个一号位的主攻已经亮出啊一号位不是主攻啊一号位的是忠诚啊因为中胆英杰一号位名字的是忠诚啊黄斧松啊黄斧松啊黄斧松啊飞跃出发阶段先x次啊你可 诶这草诚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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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诚诚啊这草诚啊这草诚啊你选一项啊 这草诚啊你选一项啊如果你赢啊你选一项啊然后我赢的话就说跟拼点的人啊那个输就是说比如说他跟皇后拼点啊方后输了啊然后就是我们黄斧松啊就可以对皇后啊进行啊 一个潜规则啊第二个就是说我可以对皇后使用杀啊然后这个杀是不计入次数的啊若我没赢啊就是说我们就结束了我们就这个结束出牌阶段啊 X为场上忠诚的存货数那这样子的话黄斧松他能这个拼点两次啊拼点两次啊 好哼也不看看我是何人那么我们卫言啊刚刚好像起手就有A啊因为这张南蛮我记得啊是起手就有的啊那么我们大胆不怂啊直接 从个毛线啊有A在当然要开啊好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现在是一难一万啊手里还有一个南蛮那我们现在就是两难一万那么如果再被我们 狂鼓摸到一张这个南蛮的话那么我们三难一万啊都被我们拿到了好像 那么好在啊我们有一把我们最喜欢的武器诸葛连驴啊那么我们其手卖三滴血就是我们其手作用三匹省负仪啊 和我们手里又有一张剑一码这样的话我们就是打全场了啊那么我们不知道主攻是谁的前提下我们把忠诚给我打死啊 把忠诚打死之后主攻是要长指性的亮出你的底盘啊那么场上啊基本上他都残了啊 所以啊黄斧松死了之后啊主攻肯定是活不了的啊主攻肯定是活不了的啊好那么香香出来了啊香香是主攻 那不好意思了啊不好意思了你两张牌怎么能抵得过我们一大堆牌啊一大堆牌我们手里还有二十张啊我们还有二十张牌 好在有没有杀了啊没有的话我们好像还可以五谷啊都可以放啊五谷都可以放 好的那么我们也是这个嗯作用这个两难一万啊跟我们第一局啊有一曲同工之妙啊那么第一局我们刚刚是两难一绝啊第二把我们是两难一万啊两难一万 好的那么我们废话不多说啊我们直接开始看一下我们的呃第三把鲁巷楼那么第三把我们是一个四号位的这个大内奸啊那么主攻选择了这个刘备啊我们的大贝贝刘老板啊好我们这个选了一个这个我们作用啊我们土豪属性非常高的关锁啊那么关锁我们起手刷了一下我们的脚 脚气卡啊刷到了我们也是这个一把最喜欢的武器啊住个连驴那么我们既然作为一个烧内啊这把武器啊肯定是不能提前挂出去的啊何况啊又有老太太如果没有老太太的话我们尽量也不先挂啊因为你挂了这把连驴之后啊挂了这把连驴之后啊会有什么后果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你挂了连驴之后肯定要会被 顺或者猜啊这个命连驴你肯定逃不掉的啊人家不可能 等到你这个发动真难之后再来采你连驴的啊 你就是说我们关锁啊就是说随时随地就是一个 这个定时炸弹一样啊坐在你边上是很危险的啊何况我们起手又有一个妹子啊 我们的老太太啊虽然年纪比较大啊但是啊性别还是女的啊所以我们起手啊作用一批胜负仪啊 这样的话我们能打到曹春和中瑶啊那么中瑶藏了啊那么能不能 这个利用他一下好那么我们哎这个哎如果有骨定刀在的话哎这个 哎这个骨定刀没有被发挥骨定刀和铁锁没有被发挥出来啊有点那个 那么我们起手连了元术和刘备啊这样子的话我们起手其实是跳了一个反贼的身份 那么中瑶啊中瑶是刚刚老太太给他补役啊他是有头的啊那他是送我们人头了啊因为我们跳的是反贼啊我们跳的是反贼啊那么中瑶跳就送我们人头这样的话我们就发动我们作用五胜啊好那么我们先散个散个中瑶啊因为我们既不是忠诚也不是反贼啊你起手啊就被我们给骗了一波啊起手被我们骗了一波 那样子的话啊呃呃南蛮入侵可以先打打一打局势啊把一些呃先 呃缠的啊啊没有先把一些没有缠的给打缠了啊我们还有一个南蛮啊我们还有个南蛮那么关键性的时候啊我们就要 呃九杀估计要来怼曹冲啊因为曹冲的话一啊我们肯定是不怎么好控啊他的呃呃称向盘我们肯定是未知的啊好那么我们先从元树吧啊逆贼可失的官司之勇啊死死的话我们就可以又可以发动真男啊哪怕我们杀忠诚啊哪怕我们杀忠诚啊我们也有人头牌 什么人头牌那就是我们真男啊其他角色死亡后啊你可以摸三张牌那么这个其他角色无论他怎么死的啊无论他怎么死的哪怕你被闪念爆死的啊我们也能摸牌啊逆贼可失的官司之勇啊 其实可以先干曹冲啊因为曹冲是比较难控的啊好逆贼可失的官司之勇啊啊那么最多再被你补役一次咯啊那么这个铁锁的话我们可以先留着啊先别重铸啊万一老太太死了之后我们有属性杀就爽了啊哎好吧没有属性杀我们就重铸这儿了啊逆贼可失的官司之勇 曹冲就难打了啊对啊我们内奸当然要会装啊你中瑶现在才发现我们是内奸啊我们 从头到尾啊就没有藏过啊我们就是内奸啊我们就是内奸啊好逆贼可失的官司之勇 孰重孰轻一撑变之啊曹冲手里还有一张9那么不知道我们这张这些牌啊能不能把曹冲给压下去哪怕把给曹冲压下去我们 在把刘备压残啊还是有机会和刘备单挑的啊好那么曹冲手里是没有明着的陶和酒啊没有明着的陶和山九桃啊好那么曹冲死了之后啊刘备就好打一点了啊刘备就好打了那我们这么多牌 打不死我们也要把刘备给打残吧是不是好逆贼可失的官司之勇好那么最后一个啊我非常喜欢啊拿桃子当杀啊赞军威啊赞军威而不是把这张闪当杀啊拿这个红桃的桃子当杀啊那确实啊 给这个敌人啊造成一定的心理的阴影啊给敌人造成一定的心理阴影我很喜欢啊这个要给这个要点一个赞啊 好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是这个本期视频的应该是最后一把啊不是应该啊就是本期视频的最后一把啊 那么我们最后一把是一个二后卫的大内奸啊那么刚刚我们是跟主公正对门的大内奸这次我们变成了主公边上的大内奸啊好那么主公选择了大曹胚啊那么我们主持讲玩家啊选择了何太后啊那么何太后和曹胚的话也是有一定的配合的啊那么这两个人配合起来就是说 场上有人死啊那么就是七乱加上行伤啊就是说两个人能说很多牌啊能说很多牌啊那么我们也是如果起手啊给曹胚震毒一下啊给我们的曹大曹胚震毒一下啊那你曹胚千万别认为我们和太后是反贼啊 因为场上反贼脸还是很多的啊比如说啊你的上家诸葛克啊到时候就是44321你怕不怕还有这个远味的张春华啊那说不定远味的张春华你也是一个大反贼啊好那么确实啊曹胚宁愿相信诸葛克啊也不相信张春华 而且啊而且啊而且彩虹个人认为啊你远味啊就是说2344号位45号位就是4567号位啊你张成曹胚局张春华如果要当反贼啊或者是卖血流的主攻你456号位选张春华当反贼啊是没有多大发挥的啊是没有多大发挥的所以这个位置的张春华对曹胚的威胁其实是不是很大啊好 好谁要跟我争从我就让他死啊啊鱼籍的话反正我们是内奸啊你鱼籍无论蛊惑什么我们都不质疑啊我们都不质疑 因为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因为到时候我们直接堵死你就行了啊好那么鱼籍的话如果能躲掉布列斯的诸葛连弩的话啊有可能要被我们堵死了啊 好只要敢跟我争从的女人就都得死好 那么我们现在坐拥鱼籍的人头牌咯那么如果我们把鱼籍收的话啊鱼籍是法人的话我们就是三张反贼的人头牌 那么就是我们死一个人能这个拿六张牌啊当然是要收反的打死反贼啊如果把内奸或者我们是内奸啊如果我们把忠诚打死啊我们也有三张七乱的牌啊 跟这个就跟这个关锁关锁啊有稍微有一点异曲同工的指名啊好那么这个闪电挂得比较骚啊这个别麻烦我们反正诸葛克这个这个闪电啊哦谁都可以啊场上有两个人是不能爆 好一是我们自己啊一是我们自己我们肯定要保证自己不死二啊是曹丕要不死啊这样子的话我们才有胜率才能这个打啊好那么刚刚这个假许好像一开始就受到伤害是给曹丕这个增加体力上限了啊好众有千军万马啊 这个两个大招放的太早了啊当然呃增加体力上限的大招开的也可以吧但是你这个有点那个啊谁要跟我真从我就让他死啊你如果二财关到桃子我们就报警了啊好这样子的话我们三张反贼的人头牌再加上三张七乱的人头牌 我们六张手牌到手啊我们六张手牌到手啊何况我们又摸到了一张神南蛮啊这应该就是一张神南蛮了啊我们再一轮毒下去啊从不练师这里再开始毒下去啊场上都就残了啊肯定就要残了那么我们在这个南蛮放下去能不能能不能打出伤能不能打出伤害打出优势啊当然肯定能的啊那鱼级的人头牌就在向我们招手啊我让让他死啊 死啊这五股丰登我们就没必要质疑啊 呃刚刚甲许是质疑了啊所以他这张牌是没有生效 哎无论是老鱼级还是新鱼级啊当然这个老鱼级现在online上是没有了 无论鱼级他他只要蛊惑五股丰登啊你没必要质疑的啊 因为你哪怕他拿假的蛊惑五股啊我们也能拿牌啊并不亏啊并不亏啊 那么这个曹胚的诸葛莲儒要出事了啊希望他杀不要很多啊好那么雷哈闪再来一下啊没有啊没有我们很喜欢这样子的话我们啊那曹胚这个 五股啊杀开的就是这六张牌里面幸好只有一张杀这张唯一的一张杀还被曹皮拿了这样子的话啊这样子的话我们这张南蛮啊就有发挥了就有发挥了 闪电就算中了我们也没事啊就差一点点啊就差一点点好先杀一刀南蛮入侵啊拆连弩或者拆手牌都可以啊好南蛮入侵正有千军万马啊那你就要去喽你就要去了 南蛮打不死的啊我们在这个镇毒毒死你们啊这当然啊因为曹皮的五股没有开出杀来啊所以这群人南蛮的命中率啊还是很高的啊那么我们打死 嗯啊牙学张心才这样的话我们 诸葛克人也打不死这样的话我们就是七牌结束之后啊呃我们结束之后啊我们还能七乱摸六张牌啊 嗯 看一 哦我们是那个这个鱼姬也是打死的啊我们忘记了啊鱼姬也是打死这样的话就是三六九啊所以我们七浪过九张牌啊所以我刚才看一下怎么怎么回事啊过了九张那就我们还能多杀了一个人啊这样的话 诸葛克的话啊我们没必要打死他吧你就算傲才比较给力的话我们也不怕啊因为我们直接是能毒死你的啊我们直接是能 毒死你的啊好乐不思俗杀 你有闪的话就你本事大没有闪的话我们就毒死你呗啊反正就是这样子啊啊成大事者啊啊那么曹丕乐希望他乐不中吧因为乐不中的话我们就能正独毒死他如果乐中的话我们就毒死他啊因为我们的正独是在其他角色的这个出牌阶段啊那么曹丕刚刚 乐中的话他是没有出牌阶段所以我们就不能正独他啊好的那么不死啊不死的话就 让你多活一轮啊直接就毒死你啊啊我们也是这个也是这个大这个厌压群方啊 好的那么我们本期视频的话这个也到这里啊就结束了啊那么结束的之前啊也有两句话跟大家说一下啊那么平第一句话啊就是屏幕的左下方啊有一个投稿邮箱啊大概是在这个位置啊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呃如果看视频的啊可以记一下这个投稿邮箱啊以后有这种好玩的啊或者是快节奏的啊好玩的啊或者是能打出那种 这个极高配合度的啊都可以发给彩虹啊好的那么第二句话那就是传说当中的谢谢大家咯好的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